一个工程计划就是四年的工程计划 那第二部分就是针对刚才小店长的关系的 就是我们这个基态交通工具 有没有电动机车要怎么样来 纳入这个基态观光导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共享 那第三部分就是说针对我们大核玩管理部 现在在小游所这边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会提出这个中程个案计划的一个缘由 就是马总统他有一个论件就是说 他要打造低碳导零碳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在98年度的时候 全国能源会议也提出一个说 打造低碳层次的体现进化 那我们这个中程个案计划 已经纳入这个改善物理生活行动方案里面的 这个热火家园组组计划 那我们这个计划构想在99年1月7号的时候 到经建会去开会 就是演艺比赛生次相关的事业 那开会之后呢 会议的结论是说 因为我们原来的计划构想是真的交通部本身 可以作为的部分来写计划 也就是电动机车 怎么样开放 还有侦探旅游 那到经建会呢 经建会的主委觉得说 我们这边你的计划构想很好 可是呢 必须要全方位的一个计划出来 所以呢 就只是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 所以我们就邀请客户会就他们的权责帮我们提供一个推动意见 并参加这个专家计划给我们的指导 写出这个中程个案计划 这也就是说要打造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低碳环保的生活圈 那我们这个计划的名称叫做推动低碳观光导 就是一个低碳观光导的概念来写这个中程计划 那以观光局对面的理想 大概就是说 它会是一个增碳观光导的自办中程计划 升提成是从今年到102年 那今年是一个计划草民的年度 所以今年是还没有任何经费 那我们的经费预算的编列是从100到102年 那现在这边先说明一下小琉球的现况 小琉球的目前这个沐浴面积是651公顶 那人口约有6500人 机证数量有12888辆 那中平8是两辆 那我后来发现可能这边里单位来的资料 不进来惩罚全身 所以如果我们都看到这边的巴士 就不止这么两辆而已 所以这个资料我们回去会再多一个修正 但它的能源利用方式就是 原本它是有来一天来的 那因为前几年被预算给 让你做坏了 过夜的更毁损 所以说台帝公司今年也开始做一个修复的工作 所以我预计在明年可以拿到回线的工业 那在资源循环这部分 和六周是有混化炉的 那融化炉现在是没有营运 可能就是它的经济效益不够高 所以它的垃圾是外送到很高的混化 那污水处理方面是目前还没有处理系统 那等一下我们跟属统就会再补充一下它的污水不移的情况 那很有就是资源循环这部分 还是一件还是没有一个完善的机构 那我们这个工程计划的架构 是从这个六个面向来架构 第一个就是节约能源 第二个就是资源循环 第三个就是低碳建筑 在财政能源低碳运输低碳客户 有这六个面向来架构出这个资源观光档 那这六个面向我们分别就是请 全德部会提供一个执行措施给我们 那后续会依据各部会主席的计划 有各部会寻找他们的本金费能源再来执行 那从低碳能源这一部分 他的推动策略 他就是以节能辅导跟宣导方式来推动 那执行的方式就是以 观光事业的节能辅导 还有观光旅游单位节能辅导 宣导民众和民众部分来宣导节能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